帮忙激活医保卡 实际上是专坑大爷大妈 营头小丽也不放过 贪小失大坑的是自己 三个年轻人会受到 怎样的惩罚 被告人施志博 杨琛姆 李浩田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清洁案中 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国国性法 第253条之一的规定 犯罪师庆祝 证据缺而充分 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追究其行为责任 公司的被告人经常行为 你是受谁安排 赫神一期 下降 充实这个推广电子 一包卡的个活动 朋友合情吗 我和我去干 然后跟那陈营货一块 你们在给存命 集货电子一包卡的同时 是否使用了存命书籍 注册 京董都已经登 相关的账号 注册 你们在注册 相关账号是存命 是否知情 不知情 你们将注册的上书 账号信息 卖给了谁 是咋处理了 这个 我们这些级别 没有参与这个 那你们把你们 收集到的信息 都汇总给谁了 陈营货 您是否清楚 陈营货 是咋处理了 不清楚 你说从事 到犯罪活动 最终活力多少钱 1250元 你非法活力了多少钱 1100元 第一天开始 就是给他注册 扣扣呀 淘宝 京东 都因为他账号了 三天过后吧 所以你哪些年龄段的人 来 就是来给他们 计划一报卡 大岁数人群 大岁数人群 多大岁数 五十万岁 五十万岁 为啥不给五十万岁的 年轻人 来给他们注册 计划一报卡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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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比较多 容易出现问题 当村民来 接号 一报的时候 然后 问他要 收取 电话号码 然后拿着他的手机 收取 验证吗 你在这个过程中 村民会收到几个验证吗 会收到 一报的验证吗 还有在那 京东回谷的 一类验证吗 村民知道不知道 验证吗 都是干啥 知道不知道 验证事知道不知道 知道了 不情 知道了 不情 对 因为在 国安比罗号陈述说 就是八姑 村民收集的端情 验证吗 给他删除掉 有啥删除掉 因为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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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这个事 知道这个事 这个事 没法不违法 一开始是不知道 开始不知道 啥时候知道 然后那个 说完之后 看他们 每个人操作了 感觉都不一样 感觉都不正常 是不是 对 那你干了几千 干了一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 你一个多星期 你挣有多少钱 1250人 在法庭辩论阶段 三个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都认为 三人都是出犯从犯 没有犯罪前科 社会危害性较小 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到案后 认罪认罚 请求法院依法 从宽处理 回顾过去 我因为一时的谈念和盲目跟从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通过这次事情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是 我的行为不禁损害了社会的因应 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辱 我感到深深的责责和悔恨 我明白我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我积极向民众受害人道歉 并承担应有的责任 同时我要对自己的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和惩罚 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这是一次十分深刻的回国 我对于我这次犯了的错误 感到十分惭愧 我不应该去触碰法律风险 给国家和社会 带来不良的影响 庭审现场在邓州市东湖华府小区 小区的居民 邓州市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 虽然是一期普通的刑事案件 案情谈不上重大 但是对于提醒公民保护个人信息 相信还是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想想不同的意思 我们又说拿着手机弄的弄的都相信 是不是觉得这宣布要稍微受惯了 甚至怪他事 看了之后这个庭审之后有啥感受 我感受这个庭审的好的很 是吧 在这里对的很的很 在庭审的城市啊农村老头头 老头们老太太们不要上大手片 不要相信他们 那你对法院把这个法庭搬到咱们小区来开庭 这个城市怎么看 这城市好吗 好吗 这是这个暂时弄出来 也不会说个啥话 这好 这是个一次教训 随后和一庭休庭进行合议 15分钟之后 当庭作出判决 判决如夏 北高人实质博 犯侵犯国民个人信息罪 犯处优企图性9个月 欢性一念 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北高人仰称母 犯侵犯国民个人信息罪 犯处优企图性6个月 欢性一念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北高人一号前 犯侵犯国民个人信息罪 犯处优企图性6个月 欢性一念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3B高人的欢性科研期 从判决决定知识期计算 此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是2023年4月份 在邓州实施以来 先后在邓州的多个乡镇出现过 目前已经审理了一部分案件 希望通过精进的听审 让现场参加听审的群众 及媒体朋友们 能够了解此类案件是如何发生的 在日常生活中 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 避免随意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 不要轻易将手机证件交给他人适用 注意个人信息 非必要不提供 守护个人信息安全